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体而言 民革中央提案工作得到了国家发展改革委 交通运输部 农业农村部 生态环境部 中央台办等提案办复单位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 多件提案在助推有关政策尽快落地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比如关于深化改革创新 降低建筑领域碳排放的提案 得到了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的高度重视 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答复 并在2022年6月发布的《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中 吸纳了提案中的相关建议 该方案也是在国家碳达峰实施方案发布后 相关部门中较早发布的实施方案 为推进该领域的碳达峰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支持 近日这篇提案被评为全国政协2022年度好提案 今年民革中央 你向政协大会提交38件集体体验 涉及经济 社会 法治 祖统 三农 生态 民生 科技等多个领域 包括向经济领域的推进 招标 采购领域 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 加快构建数据要素高效流通新机制新模式 推动新发展格局下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等 社会和法治领域的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完善 完善人民陪审员均衡参审机制 完善 法律职业人员统一值钱培训制度等 促进祖国统一领域的 促进海峡两岸数字产业合作 完善台胞信用体系建设 引导台湾新农人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等 三农领域的规范集体经济组织运行 加强乡村建设工匠培训管理 切实增强现代农业园区 联农带农能力等 其他领域关注的问题还有 完善 生育 支持政策体系 深化科技评价改革 补齐地下水 环境监测短板 文化遗产 数字化保护传承等 按照民革十四大的工作部署 民革全党将以深入学习贯彻 中共二十大精神为抓手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进一步深化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认识 更续优良传统 努力做到讲政治 众团结 干实事 守规矩 始终同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 站在一起 干在一起 不断增强同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 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贡献智慧和力量 我们将以中共二十大精神为旨意 加强思想政治引力 中共二十大是在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 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 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民革将把思想和行动凝聚到中共二十大 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 进一步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 更加自觉地维护习近平总书记 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更加自觉地维护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二十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 我们将坚持九二共识 坚决反对台独 为实现祖国统一贡献力量 一是着力提升涉台参政议政能力 重点关注推进国家统一进程面临的挑战 增进两岸同胞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融合发展的共识 二是持续汇聚反独促统力量 继续办好两岸新锐设计竞赛 华灿奖 节清团 励志团等活动 广泛团结海外调包和爱国台包 2023年是全面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是实施十四五规划 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 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重要一年 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意义极为重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面分析了当前国内国际经济形势 明确提出了2023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 主要目标 政策取向 重点任务 为我们做好经济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民革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促进发展是我们参政议政的重要任务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团结引导广大民格党员和所联系群众 坚定发展信心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研判和重大部署上来 坚决扛起使命和担当 为做好全年经济工作 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开好局起好部 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 我们将把精力集中到拼经济上来 积极抢抓重大发展机遇 聚焦加快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 民营企业质改述转 人民币国际化 两岸农业合作 乡村振兴等课题 组织开展好调查研究 努力在提高义政建言的针对性和前瞻性上 多下功夫 以上这些课题 都是结合民格在社会和法治 三农等领域参政议政优势 经过充分研讨和细细打磨之后形成的